如果不盡快改变大量杀生 类似疾病 能将会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发生 禽流感疾病的大流行 其实就是再次严重的警示之夜 当时我跟熊老师到柏林 柏林街头快餐基本上都是炸鸡 炸鸡师父就感叹了一句 说这些鸡咋这么笨 被人这样炸来炸去的 还不知道报复人 当时我那个境界还比较低 我是觉得你这个师父 你怎么不慈悲人类 鸡杀了就杀了 吃了就吃了 人还是最主要的 到现在我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没有平等性质 众生是平等的 他的生存权是平等的 你因为要吃它 所以是夺了人间的命 因为他们还没开智慧 所以是他没有办法报复 后来爆发禽流感 我就跟师父开了个玩笑 我说师父你的乌鸦嘴终于应验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不是说祖师爷他不知道慈悲 也是感慨人呐你作恶多端 所以说我们大家还不错 你们照吃 但是给人家立了个牌位 我听说 被人类所有诞食者的生命体超度 但是尽量还是要少吃 尤其是你这一生真正要成道的 修到的 那么尽量的就是以素食为主 尤其在致患体内细胞核 基因的这个过程中 十年素 你从开始坚持吃十年素 对自己的体内的信息的改造 那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东西你大量的吃了以后 在体内会结成窝的 我们在治疗一些癌症病人的时候 你比方说肺部肿瘤的人 肺部肿瘤的人 那你打开他的肿瘤 从信息场上释放 会看到大量的飞禽类的信息 你们吃烤鸭 吃各种鸭 然后烧鸡烧鸭这些类的 飞禽类的 鸽子 乳鸽等等的这些 飞禽类的东西 那么基本上它是以这个 在肺部 肺部结窝 最后达到了一个量的累积 突然爆发 产生的癌症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乳房肿瘤啊 女性的乳房肿瘤啊 乳腺癌啊这些 实际上都给你大量的食用肌肉 这个飞瘤内的动物肉是有关系的 那么其他的呢 你比方说是你杀猪这一类的 它跟你的肾病 跟你的子宫病 跟你的这个泌尿系统病 它是属于害水吧 所以是根据五行 都可以找到对应关系的 我最近在调理的一个病人 他父亲是杀猪的 父亲在的时候还好 父亲已不在了 马上验出子宫肌瘤了 我们这些呢就是 为什么不敢去为天下先 不是说我吃没事的 别人吃有事的 不是 那你是有一个量变的积累会到质变的 所以这里讲到的精灵 精魅型的是它的量级低 鸡啊鸭啊猪啊这些 它量级低你吃它 吃它以后它会造成你内脏生病的 所以是这个肿瘤的转移 现在他们都找不到原理 实际上这个肿瘤的转移 那就是你把它的窝端了 它那一窝灵你没处理好 没处理好它怎么样 它再别处再搞一个窝出来 这又肿瘤又出现了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科学 这是96%的神明世界的科学 这叫沙业报应 沙业报应 所以是在释迦牟尼的佛法体系中 要求大家吃三净肉 三净肉就是什么 不闻杀 不见杀 不为我所杀 不是因为我要吃它 我今天去你家 你很热心 为我又宰猪又宰羊 那我死了 兜得我呗 因为为我杀 所以你去NTOC 买这块肉什么 OK 它已经死了 我们超度超度 这个还可以做一个三净 净的里面没有灵体了 没有怨恨了 所以西藏喇嘛 人家吃这些东西 是要半超度的 它在宰生的时候要超度 整天跟牛商量 跟羊商量 说你让我吃了你好不好 羊啊羊 你让我吃了你好不好 因为我要过这个冬季 我要身体要好 身体好以后我能够修法 我要冻死了 你也是个畜生 我也是个人 还是你让我吃了吧 吃了我就成佛了 我度你 那个牛羊说 好了 我舍给你了 你杀吧 他这才敢杀 你们是随便拿个刀子 一刀子就下去了 商量都不商量 那他不怨恨你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在今天给你们送《黄情经》 是开启了一个万物皆有灵 在这个基础上 万物皆是佛这个基础上 你要在这个高度上去送 那你就可以通灵 通灵你就可以跟动物的神沟通 和法界神明沟通 你想吃它 你跟它商量商量 商量商量 它说你吃我舍给你 那可以 对不对 你这个人家舍了 舍了你好好修炼 你那个 如果人家只摇头 不要吃我 那你就不要吃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一点 不是随便请我吃个活螃蟹 随便吃过去 这个夜里我都能背 不是这样的 你先要超度人家 我之前给你们讲了一个 我这个沈先生他挺好 他有好吃好喝的那几年我穷 他都叫上我 但那几年我还比较严格的 就是在十年素的阶段 我基本上是吃素的 吃素的他还叫我去吃 有一次 但是我去吃了还是吃素 那个时候硬出 不像你们敢敢的 锅边菜了 我吃那个锅边菜 锅边菜也不能吃的 不是说随便的 你们就给自己开遮口 找遮口 锅边菜是不能吃的 你真吃纯素 是不能吃锅边菜的 没有你饿什么 你非得吃 再不行到厨房里看什么生菜 搞一盘过来你坐着吃 你不可以这样借口的 否则的真的你很难把自己的体内的 跟动物相关的信息都清除体 那你在高层修炼的时候 它变成了你练的能量 把它就好几倍的放大 它也得到了巨大能量 它反过来报复你 它有力气 这是师父们爱我们才有这样的规矩 十年素 真修真干十年素 坚持住 十年素以后换了一遍了 然后再看因缘 也不是说十年素以后就一定开婚了 熊老师从吃上素到现在 是一路都是素的 没有开婚的 再怎么陪再大的官员吃饭 从来是守这个规矩的 他不说我应俗一下 我方便一下 他没有的 所以这里面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体内已经太干净了 他吃一点他要病好几天 他不干 沈先生请我去马六甲吃了一餐 然后好嘛 人家他请的马六甲的朋友是挺高级的 然后提前订了一个乳猪 到了现场又要了一条活鱼 然后我就这一看这好嘛 怪不得叫我跟着他来马六甲了 这要我帮他办事呢 结果我就再小心等着两个来 好嘛 我坐在沈先生旁边 人家服务员不是牢里一条活鱼吗 拿上来了 说沈先生你看这条可以吗 他说好好好活蹦蓝跳的 我想这死了 还活蹦蓝跳的 他说好 你说他多恨呢 他又没说鱼啊鱼啊 我吃了你好不好 他又不这样说 他说活蹦蓝跳该死 要吃这种的 然后我好 好在完了以后 我在旁边 然后等一会吃 空里就游过来 游过来就张着那个嘴 然后就冲着沈先生 他脸就过去了 我在旁边一看 彈一道光 他一看跑了 这一跑 我说跑哪去了 跑到他儿子身上去了 他儿子 哎呀头疼 很明显的 当下就哎呀头疼 哎呀我说 这防着这个也防不了那个 那个时候功夫还不能够说 坐在那儿人家过来说 你吃我两口 然后我供养你好不好 那你就渡了他了 没到那个层次 只能防范 儿子头疼 他爸说你干什么 哎哟头疼 牙也不舒服 这不想吃了 不想吃 我说心想还有个猪在哪儿呢 人家这个是乳猪嘛 烤乳猪 人家可以长到一两百公斤 你这么小小的就把人杀了 你吃烤乳猪呢 然后你这个怨恨有多大 我说防着吧 这怎么看也不见猪在哪儿 等一会儿他儿子头不舒服啊 要去洗手间 所以是负债自还 真的你们很多事情 这辈子没还 要让他赶紧还 不然后面儿子都遭罪 那这个 他这起来上厕所 这一起来不大惊 光鬼 撞到那个桌子腿 底下不是圆桌 撞到桌子腿了 立马吹起来那么高 干脆就不能走了 躺到挖挖脚 我说这猪不是在水里游的 是在地下跑的 原来在桌子底下 怪不得我没看见 光是看空里来不来咬它 结果他跑到底下去咬它去了 这是赶紧我就给他念符 念字儿 然后跟那个猪打商量 说是你赶紧赶紧的 就这样三天后才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能量低的 人家是不能做着你 弄得你精神病的 但他一定 这个因果 这个报应 这个怨恨 老子说的 何大怨 必有怨 他一定要报复你的 这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有的这种就是现实报 但是这都是见证者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种 不要大量的杀生 改变杀生的习惯 改变为了保口福 去看看哪有什么新鲜的 去吃什么东西 填饱肚子就OK了 实在不行方便面也可以 面包也可以 都不在于吃什么营养 喝什么营养 96%的空间的能量 那足够你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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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